花我可以自己賣 錢我可以自己賺 風我可以自己吹 害我可以自己看 求愛的人整天鬱鬱 廣懷心煩又一亂 為什麼非要兩個人 一個人也可以浪漫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Johnny 今天的視頻主要是講 如何更快的把遠春給學會了 遠春本來是一種難念的一個功夫 但是經過我的精心挑選 挑出這十幾種手法 讓大家更快的去掌握它 去如何運怨它 然後的話 更快的去掌握它的精髓所在 通過單手 單手當然包括左手跟右手的緩惑訓練 緩惑訓練 然後呢 再加上雙手雙手同時練習 同時的 不滑進去 加不滑 然後的話 再加走滑 走滑 然後的腿滑 還有 還有 啊 生化 生化 把這些再加進去之後的話 再把它 輪迴貫通之後 你就可以完成你自己的遠春 完成你自己的風格 好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 它不受 任何空間的限制 在一個 現在這麼小的地方 你 照樣可以 鍛鍊你的遠春 學習你的遠春 玩你的遠春 當然 在廁所裡面 也都可以練習的 就是 坐馬桶的時候 你也照樣可以坐在馬桶上 鍛鍊你的 手法 把這十幾種手法 把它 完全的輪迴貫通 在 不知不覺的時候 自然的 這樣 沒有 很隨意的把它 給打出來 這是 第二點 然後是 第三點 它是不受任何時間的限制 你在什麼時候想 想 研究 想玩遠春的時候 你自己 可以隨意的 隨意的去 去玩 去思考 去鍛鍊 這是第三點 第四點 它這個是 非常適合任何年齡段的 男女老幼 易懂 易學 極學極願 更適合女孩子一點 這是 第四點 這是 改功沒改革 改功沒改革 改革 改功沒改革 改功能做大 絕對分享給大家 我自己的 心得 跟理念 讓大家更快的去掌握 這遠程 第五點 第五點 家裡沒有這個 這個 木人裝的時候 可以用家裡的那個椅子 擺一擺在桌子上面 然後 可以 可以進行 鍛鍊 非常簡潔 也非常方便 不需要任何的 器材 只需要家裡的這些 這些 這些椅子 當然你看這個 這個圖片 我傳上去的 不管在家裡 在店裡 在任何地方 只要有椅子 跟桌子的地方 你把它擺上去 你就 就可以在那裡斷裂 那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視頻 我自己在那個餐館裡面 當然 我有時候 真的也沒什麼時間 只願這個 在上班的時候的話 就擺一下桌子 擺上去 很隨意的 展示一下 當然是 是很隨意的 這種打法 以後 我也會教大家 這樣 很多東西 不要去學 組合 傳 或者什麼的 這些東西 組合傳 是能讓你 經過訓練 讓你去熟悉這些手法 但是 組合傳 是 不是為你創造的 而是別人創造好的組合傳 讓你去念 但是你要知道 它 或者 組成的組合的組合傳 不一定適合你自己的打法 所以說 經過 我這個視頻 讓大家學會之後 你們就可以創造出你們自己的打法 自己的玩法 所以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 在下一節的課 我會告訴你們 我 告訴你們 我王遠稱的理念 跟 跟 玩法 也一起 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 大家 希望 大家 能 留位之後 能夠保護到自己 保護到自己 保護到自己 OK 今天這個視頻 就講到這裡 今天這個視頻 是來介紹我為什麼 拍這個 視頻的原因 接下來 我會 教大家 開始教大家 如何 學習 我 這十幾種手法 OK 謝謝大家 有興趣的朋友 兄弟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關注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可以自己買錢 我可以自己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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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自己追